2012赛季ATP1000上海大师赛 昨天下午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在率先结束的双打决赛中 奥网冠军佩斯·斯泰潘内克 逆转了印度组和帕布蒂·波普纳 夺得了男双冠军 之后进行的男子单打决赛中 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 和英国天才莫雷上演了强强对话 在耗时近三个半小时之后 最终德约科维奇在先是一盘的情况下 连下两成逆转夺冠 获得了他本人本赛季的第五个ATP的冠军头衔 下午四点半 两人准时步入中央球场 二号种子德约科维奇 上个赛季独揽三大满冠冠军 上周在北京中网又实现三连冠 马不停蹄赶到上海后 一路杀进决赛 三号种子穆雷是今年美网和奥运会的冠军 此前他淘汰了头号种子费德勒闯进决赛 这场巅峰对决共吸引了近1.2万名球迷到场观战 开赛后两人都迅速进入状态 比赛一开始便呈现出胶着状态 每个球几乎都会打出多轮回合 有意思的是 手盘比赛两人玩起了破发 这在以往比赛中并不多见 第二局穆雷先遭到了小德破发 不过英国人随即回敬了对手一个破发 并在第五第七局两度破发成功 德约科维奇也同样在第六第八局两度破发 比分打成四平 关键的十一局 小德悠悠失误被穆雷四度破发 懊恼的小德拿自己的球拍螃蟹 一个劲地往地上砸 穆雷以7比5非常艰难地拿下手盘 第二盘 两人没有重蹈第一盘平平破发的戏剧 你来我往各自爆发 到第十局的制胜局中 比赛进入到拉锯般的抢七环节 小德近13比11这样的大比分上出 以7比6颁回一成 最后的决胜盘 两人的体力明显下降 精彩程度有所降低 小德甚至在回球失误后 索性坐在地上稍作惨息 而未来的失误也开始增加 在第七局小德抢先破发 接着小德在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后 以5比3领先 在关键的第九局中 小德再次破发成功 从以6比3取胜 以贷款分2比1夺得上海三分之 夺冠后兴奋的小德又秀起中文字 不仅画上爱心 并在中间写下中国冷字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 副市长赵文为德约科维奇 一番发奖杯 记者韩琼报道